大家看到客隊威格太陽的一個先發 方別是丁丁丁聖爐 另外還有何喬登 陳靜環 蘇玉靜 另外還有桑儀 那另外在全家海神的先發舞人 包含的是Brickman 另外還有庫薩斯 于晨安 雅力山大 以及胡龍茂 他在前一場比賽 應該說 還是有非常穩定的一個 外圍的一個三分球的一個表現 因為拔球命中一個問題 所以其實雅力山大也要特別去加強 他自己的一個拔球的一個狀況 沒錯 3比1 Brickman 他也是聯盟首月的最佳外援 這邊立刻送出一個金錢 他的三分球命中 也來到了將近三成七 那海神之所以他們三分球的一個 在過往 不管在SBA也好 其實其實在球場上的一個對抗性來講 還有洋將的一個人數來講 當然如果大家有看NBA一定非常熟悉的 他還撈審過來 到時候如果真的就是說有加入到球隊 因為畢竟可能 回個太陽 其實我認為丁丁的表現也是可圈可點 對 其實做得非常稱職 第1啊 什麼前的助攻王 而且站在就是說所處的球隊這個體系 對Brickman來講 手上啊 大家都很積極耶 霍爾 再近一點 這個塔阪得分 獎勵是這個賽季最低的一場球 沒錯 所以這也是因為他們到目前為止 唯一一敗 怎麼去敗 可是唯一個太陽一個狀況 再一個觀察的一個關鍵 這個時候桑尼出手了 投進了 常人的確 而且他是有蠻有效的一個三分球的一個命中率 齁齁齁 這個球被JuJu刪掉 年前大火鍋 不過運球這邊桑尼沒運好出現15 前面三打一 看怎麼打 余焕雅 直接單挑了 目前我們看到其實 台中圍個太陽 其實利用一個二三的區域連 然後一直來講是非常有效的 這球直接給到籃底下 Brickman送出一次助攻 送給到霍爾 排場來講其實在於 桑尼的防守端會 消耗非常大的一個體力 跟自己一個犯規的一個問題 對 環的一個體力 在防守端對於球隊來講是非常加分 但是在進攻端他也必須要去加強 算了 其實在 尺寸七顆 但是都被何喬登的八顆給抓新 何喬登 再來執行最後這一集 忽度拉高 躲避掉了 Adsander的一個火鍋封蓋 保守到自己在罰球的命中率 跟外線的一個命中率的一個部分 Recommend 哇 這一次出手有了 攻登 而且庫莎是真的非常聰明 然後是遇到有missmatch的 防守者其實對他手來腳來 是犯規 繼續 換手運球給到了孫思瑤 藍底下擺進 吳宜斌 再近一點的出手 今天第一次的出手就很有把握 廖教練講的 多了一個在指揮土之上的一個雙保險 阿牙 而且我們看到其實李漢森 他有下場休息的一個時間 也讓余晗雅可以專心回到他的二號位 去純粹的去做一個外線的一個投射 不用分擔這麼多的一個重任的一個狀況 桑林 慢慢的往進去這邊壓 給到了丁丁 外圍出手 剛才靠罰球開箱 先只投進了一個三分球 其實出手機會比較有限 這邊桑林有打得非常的硬 籃下雷卡位的個範圍 今天在進攻和丁丁真的等於面子的一次 雙贏 而且也因為丁丁其實他有到了美國的讀書 其實他回來以後遇到這樣有洋將等事 而且跟到其實在這些洋將的配合上 是在溝通的一些問題 蓋了阿環的火鍋 而且是紮紮實實的火鍋 跟排球一樣 今天外圍的出手機會並不多 再把球拿回來 倒是這個 進去的一個插板 38平 何喬登 決定直接自己投了 好 雖然不是一個正常來說那種的空檔 但是是一個成功的防守 最球給到籃底下 被擋下來 但是第二波 整個桑尼 要把剛才沒拿到的分數都補回去了 有效地去掌控到 高雄全家海神的一個進攻的一個節奏 還有防守的一個節奏 沒投進52比42和小貞 那現在是派林任宏來守他 如果被他過了 再分給到了桑尼 19分的得分 14比42 他也要把波 打握他們下半場這一波 阿環直接單刀 切入到了籃底下7比0的開局 好像沒有交代很乾淨的 Villow Mount準備進去單挑 籃板沒有拿下來 有點可惜了 不然的話這應該又是一波 目前是在比賽的大概來到10場左右了 那其實本來大家可能比較不了解 加海神 我們看到像目前的攻擊就會像我所提到的這樣 其實如果在半場的高雄全家海神的防守就會縮小 讓丁丁就會有一個外線的一個出手的機會 但是剛剛那球其實丁丁沒有出手 但是他利用一截手看到其實庫薩斯今天在籃下出手的手感來講是比較差的 對 那反而是個子嬌小的何喬登 今天聚 來了 唉唷 贏得鬧 下半場這個籃框好像跟海神有球 只有庫薩斯 目前為止是第三節開賽到現在 其實在於高雄全家海神是沒有任何的外線的命中啊 對 還有四分鐘左右結束第三節 何喬登 有溜進來了 哇 他打得比較像庫薩斯 畢竟已經是兩週沒有比賽了 所以這種突然的感覺就會跟維格太陽 他們最近的比賽剛好都可以順利進行 還是沒辦法投進 哇 這個球又是空切進去何喬登 五分啊 所以這個差距是蠻大的 唉唷 連啾啾也投進 這是你學生鋪的那一塊嗎 有一曲同工之妙啊 很接近 就是龍貓剛剛認為是這球他佔在免則區之外 海神這邊的進攻節奏 庫薩斯回來了 蘇維竟也讓開 結果庫薩斯前撲後進 他把這時間 第三節的時間去利用完了 直接發球進來 給到庫薩斯 開賽 其實我們所看到台中維格太陽 馬上又祭出是二三代盯人的一個區域聯防 對 哇 第 時間剩下6秒 還是把球回給桑林 這邊要單挑庫薩斯擺進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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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利棒這邊 哇沒有保護啊 陳文宏下手很快 前面3打2的快攻 給到了大餅在籃底下 哎唷 有排氣 維格太陽 其實 呃台中維格太陽 其實也製造了其實浪費了24秒啊 對 其實我們剛剛看到 其實也被解了一球 其實今天已經發生兩次而已這樣的失誤 這場比賽除了庫薩斯之外 而且做一個拋投啊 而且這是庫薩斯這一節被放投第二顆 是 兩次都沒有進 哇 這個 呃 安城 安城 和小丹出手 沒有投進 霍爾 終於有了 這場啊 但失誤的次數更少 第三節團隊只有一次失誤 哇 這邊拆炸彈 阿環也命中3分球 霍爾 霍爾 直接掉到籃底下 霍爾 烏龍帽 百姓這2分 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說 今天其實這些球員 在執行 卡蕭歐斯教練的一個 策略上來講 這個計畫 比賽 有些球隊他需要的是利用一些轉換快攻 增加自己的這個出手的一個次數 桑妮跟朱朱的生長 那我們所看到桑妮的失誤 基本上就有三個走步 是他自己本身所產 說大家說 心急吃不了熱稀飯 我就是慢慢磨 磨成功率高就好 跟上場比賽來講 他控制得非常好 對 丁丁 也是慢慢在磨 給到桑妮 其實這種球就算沒投進 我想對卡蕭爾雖然來講 出手又把節奏拉慢 對 有些時候現在比較年輕的球員 可能現在因為手感 阿環剛才連進兩顆 他就會想要自己投了 比較懶散 畢興可能最後這2分鐘 你的表現有可能 再影響到你下一場的比賽 但是對 有主持人來說真的不好 這也是台中圍格太陽的策略 哇 丁丁這個球就沒辦法了 高度上還是有差 前面余淳安擺 沃爾出手 四數對角三分球 籃板維冰拿回來 Alexander在籃底下 這球終於滾進去了